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乐法制中国年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 同样还有两位推荐人 一位是青年相产演员李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另外我们演播室 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了 来掌声送给王亚宾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刚才为什么 没有介绍亚宾的这个title 其实他以前对他的熟悉 就是这个青年的舞蹈家 对 影视演员 但是现在身份角色很多了 制作人 导演 其实对于我来讲呢 我的这个主业 都是以舞蹈为主的 后期呢 就是慢慢地 也涉猎一些这个幕后 我这一生 还是会贡献给舞蹈事业的 好感动 但是今天难得一来 能不能圆我一个 对呀 对呀 好啊 教你们一个造型吧 您可以是踏步 对 对 然后这个是掌 按掌 对 左手在这儿 然后您右手可以在这儿 然后您呢 您快给我排排啊 您是这样 我哪儿 您也是踏步 踏步 对 然后半蹲 然后这只手蓝花指 按在胸前 然后这只手弹起来 对 稍微再弯一点肘 对 蓝花指捏起来 对 蓝花指捏起来 对 你们二位 可以再站得近一点 再近一点 对 刚才雅斌老师 是手把手教的我 对 手把手 这没有掌声吗 这个是不是 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 和谐 和美 圆满 然后成双入队 成双入队 要是成双入队 那我就是那个高的 那我就是那矮的呀 我就是那瘦的 我是那胖的 我就是那美的 我是那丑的 我就是那男的 我就是那女的呗 真是的 好了 好了 收起来吧 照相了 照相了 谁照相 干正事了 雅斌第一次来 第一个节目 您来推荐吧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 第一个节目呢 是一首检察官的歌曲 我是陈杰 来自浙江省 温州市的民警察员 我叫汪诚 来自浙江省 温州市民检察院 检察工作是个精细活 作为检察上线老兵的陈坚 多年的历练 让他有着更深切的体会 面对我的提问 他总是知无不言 这也是温州检察文化的传承 多年的历练 下线老兵的区别 是让他练习的 我们下线老兵的区别 就要挤个人 下线老兵的区别 就要打过 他们进去 我们下线老兵的区别 在家里面对他们 是我们下线老兵的区别 想要是阻止 给我们下线老兵的区别 我们下线老兵的区别 马上线老兵的区别 给我们的区别 是我们下线老兵的区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这个橄榄枝是哪棵树上的 男吗 不知道 这话更简单 这不算啊 这题不算啊 请问目前我们的检查队伍当中 大概有多少检察官 其中女检察官大概有多少人 现在检察官总体的数目大概是六万五 女检察官大概是两万四左右 请问 四万一 我算出来了 男检察官说四万一 不是 我是想问 两万四千名女检察官 她们都叫什么名字 你这老不好好学习 您等着啊 我给您问问去 其实啊 意义生辉的检灰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的 中国检灰的基本图案 由盾牌 五哥 五角星 长城和橄榄枝图形构成 那么这个盾牌跟五角星 其实就象征着我们司法机关 在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过程当中 其实担负着法律保障等重要的一个职责 对 其实呢 长城呢 是象征着国家 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国家属性 也象征着国家对于司法工作 顺利开展的坚强的保障力 而这个橄榄枝 它其实代表的是和谐 它象征着我们司法机关 在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当中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真棒 来 大家回头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检查的检灰 不错 刚才其实不错 还行 该推荐节目了 好 刚才呢 我答题啊 虽然是有点这个稍讯一筹 但是我一定要在推荐节目的这一个环节 把它给弥补回来 好 接下来呢 我就请大家伙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大家好 我是刘景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的一名民警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黄冲 唐元元 要去午后分局江西街派出所 做一次采访拍摄 2021年我们警察有了自己的节日 1月10日 首歌人民警察节 我以节日愿望为主题 采访了穷来世 天府新区 午后区的民警们 我把他们的愿望记录下来 写成了一首歌 希望让固执人身体健健康康 每年体检的时候 问题少一点 伤病都少一点 上班的路 回家的路 更加安全地出席 能跟家里人一起活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在我们家里面出去玩一趟 因为很久都没有出去玩了 希望半夜打架的人少一点 愿望是罗民警 每次体检出来的问题少一些 我希望报警的群众少一点 被见到的群众少一点 对警察工作理解多一点 这次愿望是 在每一次的任务中 每一次的训练中 我的战友都能平安 健康 不会放假的节日 我们许下了心愿 抛近的群众少一点 你的平安就会多一些 破获的案件 抓捕的罪犯 坠葬后半寸都能多一点 但愿零力间的矛盾纠纷 网络里的诈骗都会少一点 今天是我的节日 希望明晨以后大家的少一点 长期熬夜是真的很难 哪怕多一秒钟休息和睡眠 每次体检出的问题少一点 脱离治疗满心疾病的药丸 占有的牺牲伤痛都少一点 希望再过几年 白色头发再少一些 今天是我的节日 我想早点回头看着孩子入眠 让他的童年不再孤单 他的成长也需要我的陪伴 今天是我的节日 今天是我的节日 我好想累着把我去看温暖 他们总是说 别担心我 收入足够终成冬写 他们在心安 太好了 节目很精彩 越过节的时候 他们越忙 越不能陪自己最想陪的人 那如果说今天在过节的时候 在这个舞台上 你最想跟谁说几句呢 我最想和我的父母吧 和我的家人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警察 平时一家在一起的时候 还能吃个饭 但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 就聚不起了 爸爸妈妈 可能也是在节日的时候 没办法陪你 对 我现在觉得我也是 特别亏欠我的女儿 没有给她一个 很完美的一个童年 有什么跟女儿说的吗 祝她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 然后学习进步吧 我是一名交通警察 因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因为我们必须要 维护好道路的交通秩序 还有确保老百姓们 出行的平安 我都是连续有四五个春节 都在大队上过的 我想对我的战友讲几句 就是平时因为大家 经常熬夜值班 然后一定要多注意 自己的身体 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一定要多注意 自己的安全 我是希望2021 我们每个位战友 都能平安 希望每一次出征 都能够平安归来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岁月静好 那其实是因为 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 我们也通过这个舞台 把我们的敬意送给我的 警察兄弟 我的警察姐妹 今天亚宾是第一次来 李然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我给您奉献一个好看的舞蹈 我是张颜 安徽省满山市高兴分局的一名民警 今天我要去拜访我的战友 杨阳 他是劣势家属 他的父亲 在他中学的时候 就因工殉职了 您对您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在我印象中 我印象在制服的父亲很帅 我到现在才真的理解我父亲当时的一些难处 不可避免的值班加班 我跟我父亲一样 亏欠家人也很多 家里的事物 更多的是由我母亲和我爱人 他们来操心多一些 我们公安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承的队伍 很多像杨阳一样的英烈姿 毅然选择穿上了警服 走进公安队伍 把英雄的血脉代代相传 作为他们的战友 我用我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 老爸 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请真的抱一下 我在牵挂 你在牵挂 是你 行我走天涯 你慢慢老 我渐渐长大 是你 让我变相家 你在牵挂 你在牵挂 我也在牵挂 是你叫我 只在四方 什么都别怕 我不在家 你好好保重吧 你的希望 你的希望 我用爱 回答 你的希望 我用爱 回答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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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 你身边的这位警察 他跟你是同行 刚才我觉得他跳得特别专业 我当时想 我说这个是专业的吧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他是从八岁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舞蹈 真的是专业 而且他零七年 就在我们的空正文工团 是一门专业的舞蹈演员 那看来我没看错 因为专业的这个 有没有一出手就知道 有这么一句话吗 叫同行见同行 两眼雷帮帮 比比谁最棒 我觉得这样 我跟张妍今天呢 合作一下 来 咱们准备一下 遗憾吗 不能再继续从事舞蹈 其实会有一点吧 也希望这个舞蹈 在将来比如说 执行任务的时候 宣传法律的时候 可能还会帮助到 这个宣传法律是可以 执行任务就别跳了 那坏人跑了 就赶紧上 你别跑我给你跳舞 这坏人要是能停下来 他得多爱看舞蹈啊 到社区里去普及法律知识 张妍就可以去表演一段 跟社区的这个百姓们 一起联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同时扑法 没错 那节假日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法制工作者 他们还要坚守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为了老百姓的平安 保驾护航 那也是因为有了他们 才能让我们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和和美美的 和家人在一起 度过每一个节日 今天也特别的 谢谢雅宾的到来 给我们推荐了 这么多的好看的节目 下一期希望你带来 更多的精彩 谢谢丽然 别客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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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 这里是温州市人民检查院 无法活动现场 在这里我们祝全国人民 新年快乐 祝全国人民 全国战友新年快乐 温州区ector 身体健康